我們一起連線的是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娟儒 娟儒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娟儒要跟我們談一個其實是他親身經歷的一個議題 我們知道在前一陣子這個應該是在3月23號晚上 行政院強制的驅離反服貌的群眾 因為他們佔領的行政院 娟儒其實也在那個現場 可以請娟儒稍微跟我們談一下你當天所看到的狀況是什麼嗎 剛剛管老師講到說3月23號佔領行政院 在3月24號凌晨就已經開始驅離 我們大部分人早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家媒體就已經報導一些頭破血流的照片跟畫面非常的可怕 那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遇到這麼大規模的一個警方驅離 那當場其實 凌晨開始長達4、5小時這個驅離過程那個氣氛是非常緊繃而且很速殺 你可能會發現有一群人還沒有看到警方驅離的時候 還是很輕鬆的在打卡或是在拍照 可是等到警方還有大批的證報警察 在他們面前的時候 那感覺是就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呢 當場我們看到了以往抗爭一定會出現很多很多的這個盾牌 舉著盾牌的警察以外呢 他們也會佩戴警棍或木棍 那也有出動比較不一樣是大批 穿著全身黑的然後俗稱這個烏龜裝的證報警察 很大批的集結然後來驅離他們 其實俊如回來之後其實一直在跟我們討論 那個心裡面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了 甚至魔衝的 到目前為止都不太能夠平復 那不過我們待會也許有機會 可以讓俊如好好來跟我們分享 甚至是一種抒發一下 其實我想很多的聽眾朋友或是觀眾朋友 他可能不太理解 就是 佔領的立法院不是好好的嗎 大家不是在那邊很有秩序的在那邊靜坐嗎 而且這個社會還蠻支持的 那如果你去 公佔行政院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暴力的行為 而且 好像沒有必要 甚至有人說 這是鷹派跟鴿派之間的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策略上面 不同或是內部產生的一些這個所謂的鬥爭 不曉得俊如的看法是什麼 其實這個立法院佔領這部分 從3月18號由這個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為首的一些學生代表 他們佔領了已經超過一個禮拜 那我們知道為什麼立法院不會被驅離 是因為立法院長王金平他有說過 國會自主的這個對象是針對立委 而不是這些學生 所以他不會動用警察權來強勢 驅離這些佔領立法院的學生 所以已經超過一周了 但是我們看到 後續我們也看到有很多 一兩萬的民眾陸陸續續來到這個立法院外面的一些街道上 比如說青島東路上 或是濟南路上 來就是聽一些 演講或是街頭民主教士等等 那我們看到立委院這邊的行動 其實對這個我們現在執政者來說 其實是以託代變 你看到馬英九跟江儀化的回應 其實還是堅持他們自己立場 他們是不會退回服貌 跟這個全民反對的意見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那我們看到這些學生代表的訴求 其實一直沒有被考慮 然後好像也沒有退讓 所以其實一直醞釀有其他的學生代表 或其他的群眾 是想要另循抗爭現場的 我們知道要爭民主 或是我們要抗爭 其實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所以他們選擇以拉高抗爭的方式 希望來逼這些執政者 來正式反對服貌 或是服貌條例當中一些問題的嚴重性 事實上在那一天 那我就是公庫的包括加封包括眷如 還有我們一位協助的朋友鄭宇龍 其實也在 行政院的這個現場 其實待了非常長的一間 一時間了 從晚上一直待到這個 這個天亮 我不曉得眷如在現場看到的是那個整個的 所謂的攻堅也好 或所謂佔領也好 或所謂侵入的這種過程到底是什麼 3月23號晚上 其實大概 9點多的時候就有一批學生先指導了行政院內部的辦公室 那後來根據這個名單大概有73位的 同學是在裡面 但是應該 不到100個人在這個 建築物裡面 那我們後續又看到有人是在推開 行政院的巨馬 讓原本在一些立法院集結的民眾 或是有聽到佔領行政院的民眾 陸陸續續在前往 所以在五市到 晚上10點的時候到達現場 你會發現這個大門口的進出是非常順暢 其實就變得有點像是 立法院佔領立法院的另外一個現場 那時候你其實不會想像到 沒想到到凌晨晚上1點 就是會這個驅離動作開始的那種 速殺氣氛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很多到現場其實都是 我們所謂覺得是抗爭素人 就是比較 可能幾乎是沒有參加過抗爭現場的一些民眾 那你說他們是來參觀也好 因為 畢竟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到這些 行政部門裡面 那所以會有很多人什麼用手機拍照打卡等等 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 可能還是會有人覺得這是 引發批評 可是我自己覺得 剛開始的過程其實是非常的和平 非常的理性 他們就坐在現場或是來來去去 其實就是喊著口號 其實一開始並不會感覺到 後面有這些流血的狀況 我想即使到裡面去打卡 其實也是某種的 宣告大家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現場 也是希望大家能夠來 那當然有些部分 可能是真的是出於所有的好奇心 或者是好玩 不過我覺得媒體一直集中在 這個部分的討論其實是有點瑣碎跟無聊 你在這個抗爭的現場 你看到了什麼 我們知道 其實到了晚上 到了凌晨 這個警方都已經開始做驅離了 那這驅離的動作 其實你也在現場 你的觀察呢 行政院的這個戰地 是比起立法院 是比較在大一點 那他的出入門 有五個以上 所以呢有 1000多位的民眾 湧入這個行政院裡面 其實也不足以把這些 五個出入口給堵起來 所以大家其實 是零零散散的 在行政院裡面走來走去 那凌晨一點的時候已經就是 我那時候人是在北平東路的側門的裡面 所以其實在外面已經有傳出這個 警方已經在驅離 那我自己是透過那個 行政院裡面 內部辦公室的那個 電視畫面 看到外面正在驅離 所以你就能想像說 裡面其實都還沒有動作 但外面已經在驅離 那種感覺是非常可怕 那現場主持人 主持人一直有在向 靜坐的民眾來說明說 等一下如果遭到警方驅離的時候 該怎麼辦 比如說大家應該要手勾手 那被抬禮的時候 真的被抬的時候 全身要放軟 一來這樣自己不會受傷 二來警方也比較吃力 所以那時候你只能聽著各種傳聞 或謠言 譬如說震報水車已經進來啦 或是說可能會有催淚瓦斯等等 你就覺得一輩子不會想像到 自己會遇到催淚瓦斯這種情形 所以那時候看到這個 電視機上面有這種驅離的畫面 其實我自己在現場也是非常非常的焦慮 所以你是在行政院內看到這個驅離的 對 就那時候 我已經身在靜坐民眾當中 其實我自己也等著 警方下一步的動作 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 其實那時候靜坐民眾也對著我說 我自己一個人 就我拿著DV攝影機在旁邊 他也是呼籲我要小心一點 這樣子 其實你也被驅離了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驅離的時候 警方一開始動作就是把大批的記者 退離到門外 所以是 一群穿著 戴著安全帽的警察 把警方 把記者團團的圍住 然後去移到外面 所以現場有很多靜坐的民眾 大喊著說 媒體留下 要新聞自由等等的 那接著一開始的行動就是有 20幾個鎮暴警察 就像蝗蟲過境一樣 先把三位帶頭的 拿麥克風的主持人 給席捲包圍帶出去 所以就發現 就發現現場 留下來的靜坐民眾 非常的 群容無首嘛 所以非常的緊張 那他們就 後續就是一直等著被台 那我在第一波驅離的時候 就是被推出門外 那在門口 他就不准我進去 所以我在門口就看到 一個又一個出來的民眾 就是頭破血流 這樣 那還有一些是 就算他沒有頭破血流 沒有外傷 可是他是 抱著胸口 非常痛苦的走出來 所以 我們看到警方的舉動絕對不是像 後來行政院長這樣一話說的 只是拍他們肩膀 勸離他們 就是這個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真眼說瞎話 而且其實非常糟糕的是 在驅離之前 先把媒體 去趕走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有的行為 或是行動 特別是 警方 警方是 執行公權力 那一個執行公權力的單位 去 這個所謂的 反對媒體的監督隔離媒體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在這個驅離的過程當中 我們知道 有包括民眾的很多的 這種所謂的反應 因為他們其實可能會比較驚慌 或者是有些是非常的憤怒 這個驅離的過程是什麼 那群眾在當時的反應又是怎麼樣 剛剛說到這個北平東路 這個側門這一側的民眾 其實聚集了應該有五六百位的民眾坐在那邊 所以那時候的驅離過程其實長達了一兩個小時以上 所以到了這個凌晨四點的時候呢 換這個中山南路側門這一邊的這個警方開始包圍進來 那這個過程當中其實這個我們知道當天的學生代表是這個魏陽 那他已經 覺得說這個狀況非常的危急 他已經呼籲了這個所有靜坐的民眾 就是趕快撤退不要再留在原地 可是我們發現大多數人其實不願意離去 就是他們對於那個 訴求是非常的堅強 他們也沒有做多餘的事情 所以這個凌晨四點開始呢 警方不只 雙方夾擊 他們還開了震報水車進來 那這個震報水車在四點的時候就開始好幾次向這個 行政院大門中間靜坐的民眾來噴射這個水柱 那也有不少攝影記者是這個被噴倒在地 所以我自己是完全沒有想像過在採訪現場當中還會遇到這種很像是戒嚴時期前後會出現的事情包括震報水車 包括震報警察 而且揮棍打人的這個狀況 這的確是很多人特別是比較年輕一輩的是看到這個畫面是非常的震驚 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我們知道這個主事者江儀化其實也是一個最主要下命令的人 是 這個後續24號驅離完畢之後呢 在26號的時候 行政院秘書長李四川出面開記者會 那也在這個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裡面 說明 下令的就是行政院長江儀化 那對於這個警方要在清晨之前完成清 清場 是警政署長王卓軍他表示說 這個江儀化院長是有要求 那院長後續還講了一些讓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畫然的話 而且院長也說如果他不趕快立即處理的話 今天也就是隔天 這個公務人員也不能到這個他進行政院裡面來開記者會 所以同仁也沒辦法上班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唯一可以確定就是 台灣 現在這個時刻我們執政者的歷史定位已經完全就是被冠上這個血腥鎮壓學生了 我相信從官方的角度我們大概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他當然有他自己本身的權威 或者是他覺得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更重要是說 整個政府必須要去思考為什麼這些同學或這些社會大眾要去 做這麼激烈的這種抗爭 就是佔領立法院或是佔領行政院 基本上來講 其實這是一個 從很多的國家來看都是一個比較激烈的行為 那同時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得出來要去反對 但是很可惜很遺憾的是 我們看到我們的執政當局 還是在這種所謂的比較踢皮球的狀態 或是忙於政治鬥爭 對於這個議題 對於所謂的學生團體或是社運團體 所提出的這個所謂的一個訴求 基本上那個回應還是讓人家非常不滿意的 那我們當然也很希望這件事情可以圓滿的解決 可是這個圓滿的解決是希望能夠 讓這個社會有更多的討論 讓我們對這個服貌的議題有更多的理解跟關心 同時也應該要去更審慎的去 這個去處理這個所謂的服貌的內容 因為畢竟跟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聯性 到底要怎麼樣發展是很多人所關切 今天非常謝謝娟如來接受我們連線 謝謝娟如 謝謝娟如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 拜拜 拜拜 到底這個爛攤子何時才能了結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獨立在線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爆爆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反服貿協議相關議題 歷經鎮暴警察與噴水車 太陽花學運已經邁入第11天 26號 青島公路上的立法院前廣場 反服貿學生在議會外進行街頭審議 針對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進行討論 抗議學生代表呂家華表示 場外群眾食人為一組 審議過程分為四部分 分別是兩岸為何需要簽訂監督條例 民眾參與及監督機制的重要性 民間版監督條例草案朗讀及討論 以及是否需要加速通過此條例 同一時間 贊存服貿的聲音也來到經濟部前召開記者會 包含台北市總工會 新北市總工會等10個工會團體 連同勞動人權協會 訴求儘快結束立法院施序 早日落實服貿協議 台北市總工會理事長蔡宏俊表示 勞工的命運不能交給學生 強調服貿能增加工作機會 提升工資 對勞工有好處 蔡宏俊認為 台灣的競爭對手韓國 已經跟歐美中各方簽訂FTA 台灣若不加緊腳步 就會被邊緣化 喪失競爭力 全國勞工福利促進協會理事長高令國則強調 台灣八九成的貿易都在大陸進行 如果不簽訂服貿 未來將很難生存 他更表示 我們都愛台灣 所以更該思考台灣的缺辱 以上新聞是由潛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字幕志願 我們下載 在這一點 失敗 我們下載